但是各位,你要放下,你要放下 放下就没有痛苦 你现在要开始对你的先生慈悲 对你的太太慈悲 更要对所有因为婚姻感情而受苦的人慈悲 那这就是佛教的修行方法 那我想,所以我们周围 我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今天佛菩萨安排一个精神病患在你家 让你感受到很痛苦 但是站在菩萨道 佛菩萨就是希望你关心所有精神病患者的苦 以及精神病患者家属的痛苦 那你把它转成一个悲心 那为这个我们来念观音菩萨 我们来祈求妖师佛的加持 有一点我必须强调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帮助对方好或不好的 但是佛菩萨有能力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念佛法门 持咒法门 我没有能力 但是我愿意对他们有悲心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对他们有悲心 但是我没有能力 所以我没有所谓在乎说 今天别人叫我拿一张牌位 海涛法师你帮我超度 我没有能力 但是我会很认真的祈求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来加持他 这样就好了 这里面又把我给消除掉了 又融入了所有佛的力量来帮助他 对方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因为又不是我在帮助他 如果是我在帮助他 然后还有个我慢我直 万一帮助不好 我自己还会自卑 对不对 但是透过外在的这一些 我们只是来 来加强佛的力量 这样而已 一方面缩小自我 一方面扩大佛的菩提心 但是守护好这个悲心 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在佛法的修行 所以来念一下 华慧功德 回向精神病苦者 及其身上冤亲在主 玲瓏针 玲瓷敏 玲瓷寒 及所有精神病患 嗡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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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了 自己精神安定 对方精神安定 所有众生 包括造成精神病的冤亲在主 都得到精神安定 嗡阿弘 嗡阿弘 或是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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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以后 可以在你心里面 取一个名字 取一个名字 看什么都可以 叫妙神 随便 因为有一个精神 所以精神病患 他们现在有空性 叫唯妙 妙神 这个妙神就代表 整个世界的精神病患者 忧郁症 躁郁症 强迫症 乃至造成精神病患的 业力在主 都是属于妙神 那各位 你经常念心经大悲咒 回向给他们 那我想 从一个精神病患的 因缘 那你就 开发了 你的一个大的悲心 来帮助他们 那你为了这个事情 你可以多多的去 修功德 点灯 明天我们要去海边放生 快不快乐 我就在等这个 哇 就像八甲被吸引 哇 那个看到生命 特别那个 那个 银舱一 就没了 哇 他们游得好快 很快乐 就像我们的心 就跟他走了 只是放生 要加住一个 那个叫 摁啊哄 拿摩宝记如来 每一只鱼 都变成佛的身口意 每一只鱼 都把每一个佛的功德 带入大海里面 就像一个女人说 老公 我的心已经跟你跑了 我们要把所有的悲心 就融入在这只鱼里面 带着佛的力量 哦 他游入大海了 他游到大海 游了十年 他把 大海的 整个 海界都变成佛的法界 带着我们的背心 啊 所以 感谢这只鱼的视线 对不对 那你把鱼 当成看到它的佛性 因为这只鱼 已经在用佛性 在活的了 那这只鱼 就是我们心中的未来佛 你不会看不起它 你会感谢它 所以放生 哇 太发喜了 像我喜欢放蚯蚓 我们在台湾 刚刚放了应该有上亿的蚯蚓 因为种田的地方 然后软土的地方 哇 那个蚯蚓融入土地里面 对不对 每一个土地都都非常的肥沃 长出来的都是一种慈悲的蔬菜 因为是放生的蚯蚓 所以各位鸟 你放鸟 新加坡可能看不到放鸟了 但是新加坡随时有鸟飞来飞去 我想放鸟放鸟是 你只要对鸟慈悲就是放鸟 天空的鸟飞过去了 马上升起一个悲心 这只鸟有融入了我的 翁阿虎 诸佛菩萨的加持 让它在虚空里面 展现佛的神通 那那只鸟变成极乐世界的鸟 因为你要用你的心 去转化它 来 发挥功德 我会讲 任茶魔 恩阿虎 南无药师如来 南无观世音菩萨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耐心 如果你有悲心 对方给你很好的机会修行 而且 我们都跟他结了很好很好的缘分 那我想 各位报纸上面 有这么多的名字 这么多的相片 这么多的杂志 所以我有时候上飞机 我也会看杂志 我不是真的在看杂志 我是杂志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影像 都用佛法来跟他结缘 这样以后 佛法是要帮助世间法 而不是逃避世间法 念下来 万法都是佛法 修行要修到这样 吃肉也是佛法 吃树也是佛法 为什么 让吃肉让你生起一个悲心 希望超度它 对不对 希望吃肉的人 能够懂佛法 希望被吃肉的动物 得到超度 你是用不一样的心态 但是不离开佛法 但是你现在先不要管对错 因为你不可能叫全世界的人都吃素 你不可能叫全世界的人都出家 但是无论如何 那你要把世间万法 都变成你修学佛法的助援 都变成发起一个方便的动机 这样最好啦 再来 去年在巴丹岛放生回来 当天晚上皮肤开始痒 身一粒一粒 看了医生还是不好 从那一天就开始血排位 到现在好多了 偶尔头部还会养生一粒 一粒一粒来来去去 请问师父为什么皮肤会痒呢 这就大屌了 不是没有原因 是师父不知道 只是真的有些打坐的师父啊 人家都可以找出原因的 但是原因找到了 但是法是一样的 就是慈悲就好了 所以就算我们不知道 每一颗痒痒的 一定是你过去给人家痒痒的嘛 皮肤嘛 你喜欢穿皮鞋也会痒呢 所以 然后像我也会长青春痘 所以我都给他写一个 在主 在主 对他很好很好很好 这样啊 所以也向他忏悔 所以我也会皮肤痒 这个可能邪淫 哎呀 这个皮肤的快乐啊 所以 但是你就找一个理由 跟他忏悔就好了 好吧 因为 人家说理多人不怪 忏悔多对方不怪你 反正每一个逆境来的 都是我们忏悔的祝愿 然后呢 为这个逆境 修一个功德 对不对 那最好了 所以那你就去送一些皮肤痒的药给皮肤痒的人 那你没地方送吗 你送到我们台湾来 我们养了很多流浪狗经常在养啊 养的不得了啊 所以你就帮助那些流浪狗不要养啊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给他一个祝愿 所以除了跟他忏悔 然后给他一个祝愿 然后来回向 那你又发觉这样好了 你就很感动 但是你不见得说 一定要问为什么 找出一个百分之一百 但是如果你姻缘够 像我这种人 我这个人姻缘够 因为我从我在家开始要接近宗教了 我永远有老师啊 法师啊 在告诉我 这个青春痘是为什么 他把我一个正确的理由都告诉我 让我全然相信这样 全然幸福 这个是我的因果 因为我造了那个业 所以我这样 上位有一个女孩子 她得鼓癌啊 然后脚很痛苦 然后她的理由是什么 我帮她去请示 善知识啊 过去是 她为了请 因为她在皇宫里面嘛 把对方一个漂亮女孩子在跳舞 在勾引她现在的 那一个女孩子 把人家腿斩断掉 让她永远不能跳舞 所以这一辈子 她现在腿得癌 然后呢再严重就要锯掉 那所以我帮她问了这个理由以后啊 我不敢跟她说 先叫她超度啊 回向啊 等她觉得好像有感应了 比较消肿了 消肿了 我说你问我原因啊 我帮你问出来了 因为你为了请哦 对啊 所以把对方那个美腿要砍擦 对啊 所以呢 你呢 千万不要再太重感情那种激度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怎么办呢 我说那你现在啊 你就多放一些兔子啊 或者那些腿要被伤害的啦 或者送一些轮椅啊 拐杖啊 给别人啊 希望你的癌不要再扩散 你要积这个功德 我想有各种各种的方法 好 来 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皮肤痒 哦啊哦 极其业力在足 冤心在足 哦啊哦 不过呢 吃肉 也很容易皮肤痒 看你吃的是什么动物 那有些刚好那只动物 被伤害到皮肤 或是如何如何 自己去思维一下 再来 请问六灾日过午不时 喝咖啡或喝茶 可不可以 佛徒也没有说呢 但是它里面没有牛奶 可以的 因为它只是因为出 过午不时就是不要喝 有浓浓浓稠的东西 对不对 豆浆牛奶 但是咖啡 它是 它没有什么浓的 只是说 我认为喝咖啡 它会对修禅修没有那么很好而已 它会刺激 但是喝茶也还好 所以 但是八观灾界的精神呢 比较重要 抓住八观灾界的出力性比较重要 但是豆浆和牛奶 喝了 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 因为豆浆牛奶 一喝 肚子就会脏气 你就没有饥饿的感受 但是喝咖啡 除非 你这个人 胃很强的人 空肚子还可以喝咖啡 对不对 那有些人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是本来就有问题 已经麻木了 那没有问题 标准空腹去喝这些东西 是会伤害的 当然 如果你是修菩萨道的 我会劝你不要 为什么 菩萨道就是要 简足对 日常生活爱染的习气 你平常已经喝咖啡喝惯了 八观灾界 不能喝咖啡 因为你要对峙你的爱染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所以 那就像你平常睡床 八观灾界叫你不要有爱染之争 不能睡你的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开始改变 那但是如果 我跟你说你不能喝 那我就不参加八观灾界 那你喝吧 所以这个要看情况 所以 因为 只是说你要求你自己到什么阶段 像我这个人是最爱喝咖啡 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请我喝咖啡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不喝了 我师父跟我的三妹夜见 喝咖啡聊是非 不要喝了 OK 一觉奉行 我这个人很听师父的话 也不要喝茶了 OK 爱人 再见 茶也会上瘾 所以我现在每次我们这些弟子在喝咖啡 我就在这边 阿弥陀佛 哎呀 好香啊 哇 好香啊 我在家还投资开咖啡店的 我跟你讲 哦 那什么味道我都会的 但是我现在只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恩阿弘 供养大家 但是我跟我师父的戒 都永远在 但是你说 师父你应该修到 对咖啡都不会想喝 没有 佛陀说 想 但是要用空性 空性抽烟 你要叫我没感觉 没感觉就没悲心了 了解吗 所以我闻到咖啡会 我就会 鬼道众生 今天喝咖啡 他们的味道 咖啡众生 得到超度 因为你要转化它 你转化它 你就没有那个影 你不转化它 你就被那个影抓住了 如果你很追求爱情 你不转化它 这个情会让你很苦 但是你把爱情 变成一种 关心所有为情所苦的人 变成一种悲心 你就没有爱情的苦 天啊 记住啊 记住 执着让你痛苦 放下让你快乐 这个放下 是没有为自己 去满足众生 这样就好了 为你自己的是执着 变成一种自私的爱情 再来 往生者留下来的海青怎么办 如果是五戒的慢衣 菩萨的戒衣 是不能烧的 那是可以送给别人穿 但是如果是海青 我会建议 如果往生者 像我这样 我妈妈 我妈妈 我爸爸 没有穿兽衣的 我都是用一件海青 我的 把它包起来 这样而已 海青包起来多方便 对不对 包起来 看起来多庄严 黄的呢 不是你们黑的 但是黑的也可以啊 黑的一看 脸很白 很庄严 但是我这样用 但是如果它已经火化掉了 那这个海青 我认为 你还是 火化 火化掉就算了 因为 有一些往生者还会执着 有一些不会执着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 你能够确定没问题 把这件海青 跟往生者说 我把你海青洗得很干净 然后呢 拿去跟别人结缘 让他穿 那你怎么知道他高不高兴 你就发个愿 准提咒友说 如果你高兴 就让我做好梦 这样啊 如果你不高兴 就让我做不好梦 那你就好好梦一下 佛教这个很准的 晚上做的梦 还不错 没问题 所以 再来就 拔杯 那是最快的 一翻两瞪眼 但是 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 她不执着 而且变成一种功德 这样可以 再来 她说 她的姐姐 往生的时候 眼睛嘴巴都 开得很大 当时医生有急救她 因为我叫医生 不要再急救 最后 眼睛跟嘴巴有合起来 但是有流眼泪 眼睛没关好 当时我有忙 念地藏菩萨佛号 那像我姐姐这样 不开心的离开 会不会轮回到不好的地方 我要如何帮助她 我想 重点不要一直放在那个不好 你把这个不好 转为一个 我积极的来帮她做功德的 正面的力量 以及 为了你姐姐 刚刚讲的 对所有 所有往生前受苦者 乃至 如何者 怨她们很好 所以我想各位 再讲这边 来 帮助别人 先帮助自己 如果你的心不自在 没办法帮助别人 如果你的心有压力 你会给别人压力 如果你心很抱怨 你也会给别人抱怨的 这种贡献 所以为了要帮助你姐姐 你千万不要抱怨 医生不好 或是她的像不好 先把这个放下 然后呢 用一个圆满的心态 观想你的姐姐变观音菩萨 所以来 发挥功德 回向此 往生姐姐 向好庄严 恩阿佛 南无妙色身如来 南无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恩阿弥陀佛 有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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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啦 没问题 你要这么说 开什么玩笑 这么多人 她没有累世的福报 可以吗 所以各位 没有问题 你要自己有信心 所以你来参加法会 很多人在做善事 你身上带着你姐姐的牌位 你要觉得说 姐姐啊 我们好有福报啊 这样而已 对不对 我们一起 就像昨天他们有几个居士 带狗来 对不对 他们还给我看 师父你们在念阿弥陀佛 那狗也在念佛 我说对啊 谢谢你跟我说 搞不好他还打哈欠 但是反正就是念佛 那是我说 全世界狗那么多 才有几只狗来个听佛法 结果今天出来 他就对我很好 你看 有感应 所以我想各位要有这种 来念一下 随喜自己 哎呀我好有福报啊 我听闻三宝的名号 我参加三十系念法会 我参加八观摘戒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世界能够接近佛法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 但是我们要随喜自己以后 更要愿当愿众生 都能够像自己一样快乐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千万不要把负面的心态 抱怨的语气放在你的身体 也放在你的嘴巴里 好不好 你下回你老公会送花给我 谢谢你度我太太 让我幸福一辈子 因为他不会再抱怨了 所以我想各位因为你心打开了 心打开了脸就打开了 你的语言就像蛇颤莲花 讲出来的就好听啊 所以讲话一定要让别人觉得你很甜 你的讲话很甜 骂人不要出声音就好了 你要骂人 我为他念108遍观音菩萨 回向给他 骂他没有用 佛才有用 你有用 你没用 佛有用 你为什么不念佛呢 骂他是一种情绪 一种控制不了 一种没有保持正念 所以我想佛法必须自己 知道对跟错应该如何 再来 女儿经常抱怨母亲 母亲买东西去哪里 就要向她通知 忘了告诉她某件事 她知道以后 会向母亲心思问罪 开始时母亲会解释 后来母亲不能容忍她的行为 就不理她 关房间 她会一直打房门 没完没了 请问 如何解开这一对母女的心结 可能这个女儿是过去她的母亲吧 所以各位 这个很容易解释的 儿子可能做过你爸爸 儿子也可能做过你老公 女儿也可能做过你的情人 她会吃醋的 因为生命就是这样轮回 所以做妈妈的本身自己要理解 那现在如果我这样跟你说 你女儿可能做过你妈妈 所以我看你还是老实报告她 然后她舒服了 慢慢你要用佛法影响她 因为你用世间法她就一直在世间的轮回里面 如果你改为佛法 你学佛了 你也把佛法的态度告诉她 那她自然就会生起 那我是女儿 我应该对妈妈孝顺 她不会活在这种轮回的习气里面 所以我想 那再来 那如何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刚刚有说 我们就祈求观音菩萨的加持 让你有观音菩萨的智慧慈悲 来跟你女儿讲话 也祈求观音菩萨的加持 进入你女儿的心 让她能够 因为如果你的女儿这样对你不好 她将来嫁出去也很不好 一定不幸福的 所以你一定要 但是你会生这个女儿 那上辈子你也是对她这样子的 这辈子她就是对你这样子的 就不断的在轮回 所以再念一次 别人对待我们的是因果 你要相信 你过去怎么对她 她现在怎么对你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对她 那不能用这种轮回的习气 我们要用佛法的修行来对待她 我们求观音菩萨的加持 将来回向 再来 有两件事 失智症 眼睛 皮肤 障碍病 是什么原因 我只知道说各位 失智症最好的方法 是 印佛经 让人家开智慧 救猴子 猴子很聪明的 嗯 然后你增加别人 聪明的方法 那当然 失智症一定是过去 看不起有智慧的人 或是看不起别人的智慧 或甚至 毁谤这些法宝 那我想 那就是忏悔 再来 尤其和长辈同事沟通 经常有障碍 修行还是要有医生 有善知识 那你最好能够 亲近 这些善知识 所谓善知识 它是有智慧 有悲心 它无所求的 就想要帮助你 还有这个悲悯心 跟方法 然后你可能 光这样问 因为 每个人的 因果业报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只能说 既然是长辈 没有不能沟通的时间 对长辈只好忍论 孝顺 对不对 对同事 那你要学会 尊重对方 佛教讲了 一切问题 都出在自己 因为你自己的 无名 烦恼 业障 而障碍到你 跟别人的相处 沟通的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 回光返照 检讨自己 或亲近善知识 就像看医生一样 找出你的问题 心态的问题 以及你表现的问题 有些人的脸 你看起来就令人讨厌的样子 你怎么沟通 因为你心常抱怨抱怨 或是讲话 苛刻 苛刻 那你就 像我就不行了 我就很认真 我一直想要讨好各位 各位 别走 别睡 别睡 然后呢 仔细听我讲哦 这样 所以我要 一直讨好各位 那我一直要修忍辱 累积很大的功德 然后呢 对我来讲 各位都像我的妈妈 爸爸一样 这样 所以 只是我们百千万劫的轮回 最好的报恩的礼物 就是佛法 这样而已 用佛法 因为过去结过这个缘分 那大家 现在能够结法缘 大家都来得到解脱 最好 但是你为了要把佛法 弘扬给对方 我们就不要给别人压力了 不要给别人对立 希望 希望很 很 现在你自己 要很 长得很可爱啊 很快乐 不然你没办法影响对方 所以各位你要 净化你自己 净化你自己 有一颗柔软心 清净心 谦虚的心 一个悲心 而且对众生 对对方的苦跟乐 有一个责任的菩提心 你要先 一直训练自己这样 然后 我这样讲的意思 佛法的传递责任 不在于出家 也不是在家 是愿意 有发心的人 都应该去弘扬佛法 但是弘扬佛法 最快的方法是 身教众一眼角 对不对 但是这个身一意 来自于心态 心态 如果你心态正确 念一下 诸佛加持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像我自己一样 我刚刚笑想 老半天 晚上要讲什么 我已经把讲义都看烂了 我到现在都还没讲 已经快结束了 各位 但是我今天晚上 讲得好不好 哎呀三宝加持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因缘 因为佛菩萨 就会创造 这样子的因缘 你不可能在A的状况 唱B的歌 人家现在在结婚 你唱什么极乐歌 对不对 所以虽然我准备的是极乐歌 哇 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配合环境 但是动机一样了 动机没有变 讲经典 跟回答问题 动机内容完全一样 只是因为方法 语言 行为不一样 好 再来 授戒的时候 可以用牙膏刷牙吗 不然你用什么刷 我这样问是开玩笑 我老和尚都是用盐巴刷的 因为我们老和尚说 这个牙膏有香味 不能用 所以 当然像我现在用的牙膏 就没有世间的香味 因为我用的是要用的 要用的就 至少是符合规矩 但是有些牙膏 还有一种五种颜色的那种牙膏 对不对 很香很香 那好像加了一些香味 那因为在八观在界 有些法师说 最好不要用